各位大家好,今天想先跟大家說說職工盟這個港版權傑公會終於解散了 以及神州12號返航的經驗時 職工盟在9月16日晚趙海執委會會議 會議通過啟動解散程式 計劃在10月3日趙海會員大會正式通過解散 而長期擔任職工盟總幹事的孟少達原來已經辭職 這個香港老牌的工會終於踏上死亡之路 過去職工盟和工聯會一直是香港兩個主要的工會組織 一左一右,長期就勞工事務發聲 以前外界對職工盟的印象不錯 覺得他好像工聯會一樣都是肯為打工仔發言的工會組織 不過近年職工盟就越來越政治化了 在2014年的佔中和2019年的反修律運動裏 職工盟扮演著非常積極的角色 自然來各方挖料 結果竟然挖出職工盟原來長期收受 和美國等多個相關組織的巨額捐款 其中包括美國國際勞工團結中心 美國團結中心 和亞裔美國人自由勞動研究所等等 這些組織和美國政府直接資助的國家民主基金會 包括NED或其他政府組織有密切關係 據傳媒過去的統計 這幾個美國組織 在過去26年以來 竟然資助了職工盟 合共1億1800萬港元這麼多 金額極之驚人 職工盟收受了這麼多和美國政府相關的資助 他的獨立性自然令人極度懷疑了 過去阿爺一直說 如果外國勢力干預香港 恐怕職工盟也是其中一個橋頭堡了 大家可能會覺得奇怪 為什麼美國組織要花巨款去支持職工盟呢 有留意國際局勢的人 應該記得東歐鐵幕瓦解的時候 有一個引爆的原因 就是波蘭的團結工會運動 有個80年8月 波蘭格蘭CX列寧做全廠一個女工 因為抱怨食堂的食物價格上漲得太快 結果就被工廠炒了魷魚 引發全廠工人罷工抗議 當時已經開始秘密搞工會的工人運動領袖華里沙 就發動全國範圍的罷工 有一千萬人參加 最後迫使波共政府妥協 簽署了格蘭斯克條約 同年8月31日 華里沙領導的團結工會 就正式成立 成為整個東歐鐵幕瓦解的導火線 面對強大的共產統治 細胞國家透過支持 東歐國交易工會和教會 在鐵幕裏製造細小裂痕 最後將整個東歐鐵幕瓦解 當時的中國領導人鄧小平 對東歐的事變非常警惕 特別是波蘭團結工會的發展 2004年下末 有人寫了一篇訪問前 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談話稿 題為《購訪富強胡同六號》 文章引述趙紫陽回憶 鄧小平在80年代 對政治改革和工會運動的顧慮 趙紫陽說 搞經濟體制改革 鄧小平就下了決心 他看到中國窮 他要發展經濟 鄧小平的自覺理念就是富國強兵 他多次這樣說 我們經濟發展了 我們就有展壯大軍事力量 我們就會成為世界強國 鄧小平希望中國強大 趙紫陽和他共事這麼多年 覺得經濟改革鄧小平很放手 你想怎樣改就怎樣改 但是對於政治體制改革 鄧小平就很警惕 趙紫陽有特別回憶在 他自己起初中共十三大報告的時候 鄧小平特別打電話來對他強調 你在報告裏面 不可以有三權分立的意思 一點影子都不要有 趙紫陽認為 鄧小平曾經想過改革政治體制 但是當他看到波蘭團的公會 鬧大了 出了問題 就認為不能夠搞了 我自己在1987年 就去了北京 採訪十三大 見證了中國巨變的時代 趙紫陽就是中國版的哥爾巴喬夫 而鄧小平就是有遠見的舵手 1989年 中國和東歐的發展道路 開始分道揚彪 東歐鐵網下解 採取震盪療法 在一夜之間全盤西化 而中國就維持社會主義體制 只夠經濟改革 不夠政治改革 32年過去 理解中國和東歐國家 擾俄羅斯的角力 真是可以說是高下立判 當年東歐的革命領袖 絕大多數都不是治國長才 以華里莎為例 1989年 由他領導的團結工會 就在波蘭組織聯合政府 90年 華里莎當選首任的波蘭民選總統 但是由於他根本不懂得治國 聲望很快就下滑 到1995年競選連任失敗 華里莎在2000年再次參選 但是僅僅獲得1%的選票 由此可見 革命和建設根本是兩回事 無論如何 團結工會帶出東歐鐵幕土崩瓦解 強化了美國的信心 認為之前這些所謂自由工會 就可以推翻共產政團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 美國的組織大力資助香港的職工盟 恐怕就是想製造這些組織針對中國 如今職工盟面臨解散 這場製造港版團結工會的大戲 終於落幕 另外也想說說神舟十二號回程的事件 神舟十二號飛船 經過整整三個月的太空旅程之後 終於帶著三個國家太空人 安全返回地球回程前 神舟十二號載人飛船 首先要和空間站天和核心艙 成功實施分離 如果回程的時候 亦都要經過調支 制動 經過黑漲 可以散下降幾個步驟 那描述太空人回程的過程 好像有點離身 不如看看 中國第一個太空人楊利偉 講回回程時的驚險過程 就貼身很多了 2003年10月 楊利偉坐神舟五號太空船升空 他學歷描述回程的經歷 楊利偉說 飛船開始距離地面 343公里高的軌道上制動 就好像煞車一樣 飛船先在軌道上方進行180度的調支 即是校正方向向正地球 他能夠清楚感受到 飛船持續減速向著地球靠近 到制動發動機關機 飛船開始減速 脫離原先的軌道 進入無動力的飛行狀態 之後飛船的飛行 並不是像一個自由落體一樣 而是使用聲力控制技術 按照地面輸入的資料 瞄準理論上的著陸點 飛船上的小型發動機 不斷地調整姿勢 沿著返回軌道 向著著陸上飛行 楊利偉的飛船 飛船到距離幾百公里的時候 逐步進入籌密的大氣層 這個時候 飛船的飛行速度很大 遇到空氣阻力 他就急速減速 產生差不多四支超載 楊利偉的前空和後背 都承受著很大的壓力 快速飛行的飛船 跟大氣摩擦 產生高溫 就將飛船圓窗外面 燒到一片通紅 楊利偉就說 感覺就好像 孫悟空 跌入了太頌路關的煉丹爐 都挺可怕的 緊接著 在通紅的窗外面 有紅的白的碎片 不斷地滑過 飛船的外表 有內高溫的防燒石層 隨著溫度升高 這些防燒石層開始脫落 它們脫落的過程 就會帶走一部分的熱量 但接著發生的情況 就令楊利偉非常緊張 他看到左邊的圓窗 開始出現裂紋 外面燒得好像煉弓螺 那樣的情況 但是窗開始出現裂紋 裂紋就跟強化玻璃被打碎 之後出現的小碎塊 同樣的形狀 後來這些細細碎碎的裂紋 他覺得越來越多 他說不怕就是假了 你想想 外面就是1600度至1800度的超高溫 接著槍出現裂紋 楊利偉現在回想當時的情況 飛船急速下降 和空氣摩擦產生的激波 不僅只有高溫 還有尖銳的呼嘯聲 飛船帶著不少的超載 不停地震 裡面就像自己的格格亂響 外面高溫不怕 有碎片畫過也不怕 超載也不怕 但是看到槍開始有裂紋 楊利偉就很緊張 心想這次死了 這個槍頂不順了 楊利偉當時想到 美國的哥倫比喀太空穿梭機 就是這樣出事的了 首先是一個防熱板出現裂紋 然後高熱就令到整個穿梭機解體 現在他看到他自己的圓槍出現裂紋 這樣想死了 會不會好像哥倫比喀好 但是他看到右邊圓槍出現裂紋 之後他轉去看左邊的圓槍 反而他又開始出現裂紋 那時楊利偉反而就放心了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有問題 這些故障在左右兩邊的圓槍 同時出現的概率應該是不高的 他當時就不明白是怎麼回事 他在想是否因為玻璃有兩層 是否因為外面那層裂了 裡面那層裂不裂就沒有問題呢 後來才知道原來飛船的圓槍 外面做了防燒塗層 他看到的防燒塗層裂了 不是玻璃槍裂了 但是為什麼不是兩邊槍同時出現裂紋呢 因為兩邊用的是不同的材料 所以出現裂紋都有不同的先後 楊利偉渡過了最驚險的情節之後 他就為飛船打開了1200平方米的大降落山 等飛船減速到飛船離地很近 到1.2米的時候 緩衝發動機點火 接著飛船一聲就掉落地 接著就彈幾彈成功著陸 過程有驚無險 看完楊利偉的經歷就知道 韓國三個太空人 他們的回程應該都是充滿了風險的 但是如今國家已經成為太空大國 航太技術非常成熟 對太空人的安全就更有保障了 今天我自己看著太空人回程的直播 看到他們成功著陸 真的覺得非常之開心 為國家感到很高興 可以的 風險 在上面 風險 突然會有個星人 也會有個星人 我們可以做到大陸 我們就可以做大陸 我們可以做大陸 但是我們可以做大陸 所以我們可以做大陸 我們可以做大陸